接下来 请求跟响应都全部给大家讲完了 接下来呢 点击一个稍微综合一点的 并且解释对Visbox 再进一步的收益 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点击下载资源 点击这个就行了 那这个下载资源 在这儿 我先把所有的全部关掉 建立一个工程 这个工程也是动态的办法 叫张柔 张柔 这个是295 然后在这里面 首先我得先放下载资源 也就是我这个项目里面有这么多资源 大家可以通过浏览器来这里一下东西 好 那什么资源呢 在资料里面放了一点东西 资料里面 这个download里面就放这么多东西 都是比较小的东西 好 把这个download ctrl c 放到这儿来 这个中文咱们行不出 就说这三个就好了 好 那怎么能够让外面的一种浏览器能够知道我这里面做什么呢 或者是怎么能够下载这些东西呢 那我直接写一个简单的来写箱 那我直接写一个简单的来写箱 空旁一下 再写上A 好 HRF 然后对应过来把箱打开 这个叫什么呢 叫AA.jpg 那路径写什么呢 路径写什么呢 路径写download里面的AA.jpg 拷费拷费 当然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 DR 这个叫V1.jpg 这哪一个叫CC.jpg cc.jpg 这个呢是BB.tl 好的 大家 这些代码应该都见过啊 这些是你们的选择成交培行中奖 直接发布运行 我们看一下这些东西能弄点吗 发布上来 在浏览器上面做一些讨论 把这个拷费过来 在这呢 多说一下下 大家看到 其实我这里面并没有写In dance.html 它就出来了 这为什么呀 因为在web.html里面 大家看到默认就有这一段话 叫Welcome File List 这个地方代表的是这个项目的默认手印 是这些东西 当然当你带账的写上In dance.html 也无可厚非 你不写它也是那个手印 好 那我看一看这个能不能下载下来呢 光标放上来 大家看到浏览器的笔步状态 就大概是这个为止 大家在帐篷上发现 有AA这个文件的全路径出来了 可以吗 这是什么 这是直接查看 大家呢 直接查看 这是有光码 把它转成08的有光 那还有一种 我们想要的是这种小鬼 你给我弹出一个下载的 对不对 那前面两种 它为什么直接查看呢 因为浏览器识别到了 这个是 它可以现场在线查看的 并且 再来说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写的这种抄定性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写任何的severlight 对不对 大家 根本没写severlight 那这个时候我点的这些抄文件 是谁把这个东西 给我这台电脑呢 如果是带你们访问的话 如果是你们在地址栏上对你的消息 那到底是谁把这个东西传给你的电脑呢 我好像没写severlight 我说一个问题 是Tommy Kent里边的一个 叫deformedseverlight 去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了 再来写一下 第一种是 直接以超连接的方式下载 不写任何代码 也能够下载 重新下载 那把这一部分代码呢 那为什么也能下来呢 原因是 Tommy Kent里边有一个默认的severlight 叫什么呢 叫deformedseverlight 这个defaultseverlight 这个defaultseverlight 这看原码才知道的 或者是你百度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或者看失灭 那deformedseverlight 什么来的原码在哪呢 在tomcat里面 就有原码了 别的我不看 别的我不看 大家就看前面的 这个 他说deformed的这个 资源 这个severlight 它是什么 这里面反正没看出来 往下 有看到他说有提供静态资源吗 特别的 你看这个地方是用来提供这个静态的资源 或者比如说是什么呢 得选到 或者比如说是 imagine 大家在这里面搜语也能搜到那些什么叫severance 这些方法 或者叫severance 有吗 叫severance 就是severance 这个方法 是处理这些资源的 它就是靠这个出去的 但是我们不想用这个东西了 我们要自己手写代码 把这个东西啊 发布出来 所以呢 接下来 把这个方法拿过来 这个方法就是 手动编码提供 下来